同学们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这四个字呢 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涉及到很多次 比如说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 我们讲到了七种程序用在三大环节 这三大环节当中先是评估 然后是进一步审计程序 包括控制测试 那么当然呢我们也讲到了 在比如说在控制测试当中 要用到哪些程序呢 这就是控制测试的性质 控制测试的性质 用到检查观察询问 我们说这三个程序哪里都可以用的嘛 对 再加上什么呢 重新执行 所以关于第三章的这个内容 我们已经讲过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控制测试当中 我们在第四章还讲到了审计抽样 我们控制测试当中 我们谈到了审计抽样运用在在控制测试当中的应用 那么审计抽样在控制测试的应用是解决什么呢 我们知道解决总体当中 我们设计样本 选取样本 审查样本 根据样本的结果 得出总体的结论 得出总体怎么结论呢 对 好老师呢就带着你把控制测试 它的整本来的面目在本节打开了啊 打开老师给大家有一个导航图 请看 因为控制测试啊 它是先要了解内控 好了解内控 预期有效 我就要做控制测试 了解内控我们是回答 预期有效还是预期无效 如果说预期有效 yes 那么我就要测试控制 是不是一贯运行有效 甚至我们在第四章第二节 审计抽样当中 我们在总体当中设计样本 审查样本 根据样本的结果 推断总体是不是真的有效 这就是我们的控制测试 如果控制测试的结果真的有效 那我们就按原计划 我们实施的审计 实施性程序 好我遮住了 我遮住了 实施的 计划的实施性程序 对吧 如果说没那么有效 真的是那么有效吗 No 那我要修改 计划的实施性程序 我就要实施更多的 好 这个图 我们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是想 老师是想带着大家把 控制测试 它是和了解内控 和实施性程序相关联的 对 好 那老师在前面 多少次重复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要讲控制测试 就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实施控制测试 你怎么实施控制测试 对吧 那你为什么实施控制测试呢 告诉自己 是因为我们在审计 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也就是第七章讲到的 我要了解与审计相关的控制 与审计相关的控制 我是要了解的 对 好 了解内控 了解内控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评价 评价控制预期有效吗 yes 我们用ok表示 对吧 如果预期有效 根据审计准则 我们是应当实施控制测试的 那控制测试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本节要打开的 那么实际上在第四章 第二节已经提前学了 控制测试干嘛呀 就是去回答 你这个了解预期有效的控制 是否真的有效 当然我们用审计抽样的方法 我们得出的结论 可能是真的有效 就是说真的有效 这个叫什么呢 支持原来计划评估的结果 好 真的有效又怎么呢 我们说了 真的有效 我就按原计划 去做较少的实质性程序 控制测试的结果 理论上还有可能 预期有效 根据控制测试的结果 比如说 我们根据样本的结果 推断总体 可能不有效 不有效怎么办呢 修改计划 我就要实施更多的实质性程序 我得实施 我把原来计划的 如果是有效 我就会实施 不要那么多 较少就够了 那么由于我控制出事的结果 是无效 所以我得修改计划 实施更多的实质性程序 当然呢 我了解与审计相关的控制 是肯定要了解的 我了解的结果 如果预期无效呢 你看啊 预期了解了一空 预期有效 yes 如果预期无效呢 就是不ok了 我了解内部控制 预期有效和预期无效 我们的 接下来的进一步 审计程序就不一样了 如果预期无效 我们就不做控制测试 直接 依赖更多的实质性程序 那这个图呢 也是向大家去表达 就是表达 就是说 这个审计的过程 是了解内控 包括 当然包括了解 变成的单位 及其环境 适用的采购 包括编辑器 和了解内控 对吧 如果了解内控呢 我们就得出什么结论 然后控制测试 实质性程序 所以老师 在这个地方 给你写了 你要谈控制测试 你就要知道 他之前呢 有了解内控 然后你在做控制测试 之后呢 你是要做实质性程序的 大家看 风险评估程序是干嘛呀 其中包括了解内控 好 了解内控 一吧 然后预期有效 我就做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后 我是一定要做实质性程序的 无论你是从上到下 还是从左到右 道理不变 这也是我们 第七章和第八章 财务报表审计过程 测试流程的 一个内在的逻辑 一个就像我们说 他的灵魂就是这样的 先了解内控 预计有效 我就要做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做完了 我是要做实质性程序的 好 请大家再来看一下 了解内控 控制测试 对吧 然后实质性程序 蹦 叉 叉 或者是 蹦 叉 叉 它无所谓 你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它的逻辑不变 对 好 把这个图给大家 在第三节和第四节 控制测试后面就是实质性程序 对吧 第三节和第四节 给大家导航一下 我们导航呢 就有行动的方向 我思考呢 就有一个逻辑 那么 老师的目的 很清楚 就是想帮大家 把这个逻辑 一定要搞清楚 我有了导航 我到哪里 我有导航 我就不至于 很迷惑 迷路 对吧 这是必须要连在一起的 也是夸张 跨解的 对吧 也是夸张 跨解的 好 好 老师在 轻易也画了这个图 此时也给你画了个图 目的是 一定要大家 把它连接在一起 因为 这就是程序的设计 程序的设计呢 它不是一句话 它有一个逻辑 OK 那么除了这个道理 咱们要懂 有的时候 我们还要武装自己 还是学会说 所以老师 只要给你图 就要看图说话 这个内容都是 站在教材上面来看 教材的 不是教材当中的图 当然是 一定要把它打通 好 那么看图说话呢 就是想大家阅读一下 这个看图说话 武装一下自己 用审计的语言来武装自己 比如说 控制测试 老师跟你讲了 这个图 然后我告诉大家 是 它是了解内部控制后 是针对 针对的是 了解内部控制后 评估的结果 了解内控 预计有效 我就要控制测试 对吧 控制测试以后 哎 我要针对了解的内控 真的有效吗 好 控制测试说 哎 真的有效 真的有效 了解内控是出评 控制测试是再次评估 对吧 如果预期有效 我就要测试 如果预期无效 我就不用测试 那么 我只能依赖实质性程序 所以我们的程序设计 是要有条件的 要有这个条件 不是说 我想怎么设计 怎么设计 对吧 在审计准则的框架下 它有这么一个条件 这句话 大家听懂 读一下 你读的多了 审计的这种专业的术语 语言的表达 你懂呢 读的多了 你做题目就轻松了 好 第二句话 那控制测试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回答 你原来了解预期有效 我来回答 到底有不有效 就是一个确认的过程 就是一个再评价的过程 如果说真的有效 我就按原计划 如果你了解 预期有效 实际没那么有效 那么你就修改计划 所以我们在第二章 就讲到了审计计划 第二章第二集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讲义也好 清义也好 教材也好 他就会说计划审计工作 关注在整个审计过程 为什么呢 你看我了解 内控得出的结论 控制测试 我可能要修改了解的 我了解的说OK 控制测试说不OK 咋办 我要修改啊 我后面就要依赖 更多的依赖 实际程序 实际程序以后 也会修改 大家注意 那么我按原计划 比如说 我按计划就做实际程序 结果发现呢 有5B 那反过来呢 你说这两个yes 那就错了 你了解内控是OK 控制测试说也是OK 实际程序发现了5B 就证明这两个OK 都是不恰当的 我又要修改 对吧 所以审计的过程 为什么修改 就是我每 随着审计程序往后走 得到的证据 我要评估之前的判断 是否恰当 对 好 把这些逻辑搞清楚了 我们本节的内容 控制测试 这四个字呢 它就是四个点 第一概念要求 第二呢 只要谈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本身就是程序 只要谈程序 我们就有三个点 程序的性质 时间 范围 只要谈审计程序 或者是风险评估程序 控制测试 实质性程序 只要谈程序 当然我们讲 只要谈审计程序 那它就有三个维度 是不是 我们在第二节讲了 进一步审计程序 进一步审计程序 你只要是谈程序 就有性质时间范围 性质呢 我们说了 打个比方 我们说就吃什么药 性质 程序的性质 解决吃什么药 我生病了 我要去治疗 医生给我看病 就做的程序 就是性质 程序的性质 就吃什么药 时间呢 就什么时间吃药 范围呢 吃多少的量 只要是谈程序 程序其实就像 医生给你的一个治疗 只要谈治疗 就要吃药打针 吃什么药 打什么针 什么时间吃 什么时间打 吃多少 打多少 对吧 就这 它必须有三个维度 是不是 你说我们生病了 要吃药 你首先要搞清楚 吃什么药 什么时间吃 比较合适 然后呢 吃多少 这不可分的 不可分 你只要谈程序 就是吃药 你吃药就要讨论 性质时间范围 吃什么药 吃什么时间吃 吃多少 就大家把它看透 就简单了 不用摇摆 对 好 下面控制测试 本来就是一个程序 就证明了解了力控 真的有效的吗 就这个程序 所以我们说 理解了 我们来看它的定义 那么控制测试呢 和了解类控肯定不同 了解类控 去了解它的设计 和是不是正在执行 控制测试呢 要有充分适当的证据表明 它有没有效 这两个问题程度不同 而且呢 大家把它放到流程当中 了解类控是啥 先了解 然后再做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以后 再做实行程序 那肯定了解类控 和控制测试 环节都不同 对吧 那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老师把这个问题 给你归纳出来 好 第三 我应当实施 控制测试的情形 根据审计准则 有两种情形 你应当实施 第一种 了解类控 预期有效 第二种 仅通过实行程序 无法应对 认定证则的 重大账报风险 其一种 不是我们自己说 我想一想 不用想 不用想 神据准则做了规范 对 那么我控制测试 我是去回答 你了解类控 预期有效 我才去做控制测试 我就回答 真的有效吗 还是 没那么有效呢 我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呢 这就是它的内容 它的内容就是三点 所以 提出问题 回答问题 精准掌握 它没有摇摆的 OK 好 控制测试是干嘛的 就是去评价 你这个控制是不是运行有效的 这句话很简单 文字不多 实际上你真的理解 不那么简单 他说实际评价 内部控制在房子发现 纠正 认定成重大账报 运行有效性的 这句话 运行有效性 你要去评价 你要拿证据的 你审计的是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是有时间概念的 我们审计的是年度财务报表 年度财务报表的时间 是在中国境内 它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1月1号到12月31号 某一个控制 他说你运行有效 不是指某一个点 而是整个期间运行有效 所以你说运行有效 就要强调在这个期间运行有效 在这个期间运行有效 那我要去测试它 我不能是说 我在12月28号这一天 去测试它是有效的 这个证据就不充分 那我就要选取样本 我选取样本的时间 要分布在这个期间 我要设计样本 选取样本 对吧 所以你不能只说 我的时间 我测试它都是在某一个点 或者某几个点 那证据就不足 所以你要得出运行有效 那是要有充分适当的证据的 运行有效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财务报表期间 控制是怎么运行的 是一贯运行吗 什么方式执行 如果制度变了 它制度本身要满足这个控制的目标 环境变了 它就要变 如果变了 你就要知道 在这不同的时点 在这个时点和变了之后的时点 分别是怎么运行的 那么在变之前 它是不是那样运行的 它变之后 它是不是变了以后的那样的运行的 你都要测试的 所以你说外行一看 哎呀 这句话好简单啊 什么叫控制测试啊 就是评价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啥意思啊 看不懂 对吧 所以一定要知道 是基于我了解内控 是基于我什么呢 我了解了内控 我控制运行的有效 就要有充分适当的证据表明 它在不同的时点 是有效的 对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 那言外之意 我们了解内控 待会会讲 了解内控 跟控制测试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有例外的事项 了解内控是干嘛 请看图 这个图我们在第七章讲过 请注意 这个图在二十章还会讲 了解内控 就是回答两个问题 一个A 一个B 先说A 再说B A是什么 A是就是说 评价控制的设计 能不能防止 发现纠正抽暴 这就是A 如果说能 也是 如果不能 能 就是这个设计 是有效的 并不能说明 设计有效的是 在1月1号 到12月31号 的不同时点 是一贯运行的 运行有效 要强调365天 那么你这个评价 控制设计 就找一个样本 就知道了 他不能 他了解内控 是不需要什么 持续有效 在整个期间有效 不是这个意思了 好 了解内控 就是评价 你这个风险点 你有控制 所谓控制 就是正这个程序 你这个风险点 你有控制 然后你这个控制 能不能防止 发现纠正抽暴 就是讲掉 它那个控制的功能 对吧 你这个风险点 有控制 这个控制呢 就是这个政策程序 这个政策程序 有没有这个功能 能不能防止 发现纠正抽暴 对吧 这是设计 先说设计 说能 他正在执行吗 是的 好 预期有效 这是了解内控 当然呢 如果说你评价控制的设计 能不能防止发现纠正抽暴 有没有这个功能 No 那这个制度设施设计了 搞不定 这就是设计的缺陷 这个No 是一个缺陷 它就是设计的缺陷 那么 这个内控设计了 能不能防止发现纠正抽暴呢 有没有这个功能呢 没有 有 执行的吗 No 他没执行 这就是执行的缺陷 你有制度没执行 等0 你有制度搞不定问题 等于0 对吧 就是这是了解内控 他只要是评价 他的设计 和他是不是正在执行 他不回答什么 在不同的时点 是如何运行的 我们控制测试要求 整个期间 你的运行有效 而了解内控呢 他不讲 整个期间 他就是看这个控制 你设计的功能 和你这个功能的 政策和程序 是不是正在使用 OK 所以呢 这个内容 控制测试不等于了解内控 话说回来 了解内控不等于控制测试 在第七章 第四节会讲到 了解内控不等于 不同于控制测试 在第八章 第三节 反的说 控制测试不同于了解内控 废话 那两个事情肯定不同 对吧 这个不同 不等于我们知道 好 为什么不同 因为他的目的不同 因为了解内控就是评价这个控制设计的 有没有这个功能 对吧 有没有这个功能 比如说刘老师现在在跟你讲课 我的头顶是不是有灯 有灯吧 我头顶有灯 是不是 好 这个灯 是起什么作用 照明 照明 打光 这个光打在老师的身上 脸上 这个灯 我在这个灯下 讲课 我能不能保证我 就是不会饿呀 我要不要 他能不能解决我肚子饿不饿的问题 没有这个功能 没有 他只能是照明和打光 对吧 所以这个评价控制设计 这就是说 你这个设计的内控有没有那个功能 什么功能 防止发现纠正 粗暴的功能 有 那就是设计是有效的 这个有功 这个功能 正在执行吗 正在 这就了解内控 而这个控制测试呢 我的天啊 他要求你 持续有效 对吧 这个了解内控 只是看你的功能 你有这个 你这个控制设计的 有这个功能 他只能说这个问题 至于说 有这个功能的控制 是不是持续的有效呢 他不能说 这是控制测试就回答的 了解内控 就是评价这个控制的功能 和这有功能的控制 再使用 控制测试就回答 哦 他持续有效的使用 他的运行是有效的 是强调 在财报设计当中 在整个期间 叫运行 整个期间叫运行 所以运行有效 可执行 得到执行 真的不同 之所以 同学们 理解不了 有点摇摆 只是这个文字 中国的文字 不太好理解 对吧 中国的文字 不好理解 你这个控制 有这个功能 他正在使用 而控制测试呢 这个 控制有这个功能 他一直都在 持续的使用 知道吧 那么是有效的 这是目的 一定要理解目的 这个问题 在第七章 第四节也会考 他考了解内控 不同于控制测试 在第八章 第三节呢 他就会说 控制测试 不同于了解内控 第七章呢 他就说 控制测 了解内控 不同于控制测试 第八章呢 控制测试 不同于了解内控 两个角度都会说 这样的考点 他都会考 知道吧 好 第二个问题 得出了结论不同 了解内控 得出什么结论呢 这个控制的设计 是有效的 什么叫有效啊 他有这个功能 对吧 且得到执行 并没有说 他365天是执行的 而控制测试呢 他说的运行有效 是指持续有效 在产物报表期间 他控制运行有效 如果说 了解内控 你说OK 控制测试就回答 持续有效 那么他就可以支持 你了解内控 OK 然后呢 他的最终之一 是在这里 可以少做实质音程序 对吧 如果控制运行有效 真的有效 我就少做 如果无效 我就不能少做 我就要多做实质音程序 所以控制测试的结果 决定我的实质音程序 是怎么做 对吧 了解内控 他决定 他有两个功能 第一 如果设计有效 有这个功能 正在执行 那么 我就去实施控制测试 对吧 如果说控制设计 有效 未得到执行 或者是控制设计 无效 那我控制测试不做了 我就直接多做实质音程序 所以 但是最终 都要回答 实质音程序 这是得出的结论 这个内容 绝对是难点 不考 看不出来 一旦考到 咱们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要听懂 绝对是难点 对吧 所以我们说 为了合理保证 你考过60分以上 你现在备考学习 就要下跌功夫 你不能说 我现在 我掌握的知识 只能够60分 那你在考场上 还有各种因素 这个中处学爸爸出的题目 不是说 你复习的 他就出 对吧 相反 相反是什么 我们考试的时候 就会吐槽 学的都没考 考的都不会 对吧 考的都不对 是吧 所以这一定是我们 审计当中的一个难点 这个得出的 结论的 比较的表 就是老师给你总结的 归纳总结 总结归纳的 对 好 再去谈它的程序 它的程序 你观察一下 了解内控 是询问观察检查 控制测试 询问观察检查 因为这三个程序 哪里都可以用 了解内控 叫穿行测试 有一个 话说回来 穿行测试用于哪里啊 了解内控 那么重新执行呢 仅用于控制测试 你这些 它有什么功能 你肯定要知道 对吧 比如说老师手上有一个 翻页器 对吧 翻页器 它干嘛 就是翻页呗 对吧 翻页 好 我这旁边呢 有一个鼠标 这个鼠标能拿来吃饭吗 它没这个功能 就是说 重新执行 只能用于什么 控制测试 有的同学说 你要记住 是不是 你不记住 你怎么知道 鼠标是用来干嘛呢 对吧 给电脑连在一起操作呗 对吧 那我说 我说 我这里有个杯子 对吧 这个杯子 它有什么功能呢 它杯子 装 装东西喝呗 也可以吃 对吧 主要是喝水呗 喝茶 我这个杯子是茶杯 对不对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程序 比如说 穿行测试 它有什么功能 它是了解内控的功能 只是 穿行测试 不像 不像一个 一个杯子 那么直观 就是说 你不知道 穿行测试 是干嘛的 现在告诉你 它就是用来 了解内控的 了解内控的 就像那个杯子 我就来装茶喝的 只是你对 穿行测试 不熟悉 所以你现在要熟悉 好 重新执行 它有什么功能 重新执行 就是控制测试 话说回来 重新执行 不是用于了解内控的 话说回来 穿行测试 穿行测试 不是控制测试的 所以 程序用来干什么 就是看它的什么 功能 对吧 功能 好 这是程序 这个比较 这都是死 死的题目 那我肯定要搞清楚 谁不知道杯子是用来喝茶的 喝水的 那么这种常识 我肯定要搞清楚 对不对 谁不知道 穿行测试 是用来了解内控的 谁不知道 要重新执行是控制测试的呀 就这么简单 对 所以你不用说 哎呀 怎么怎么 它就 串行测试的功能 就是了解内控 重新执行的程序的功能 就是控制测试 坚持而已 对 对头 对吧 好 当然我们在了解内控 控制有什么 人工方式 还有呢 自动化 自动化 就是利用信息技术 对吧 利用信息技术 现在的当下 那么很多被神力当会 利用信息技术 或者部分的模块 利用信息技术 或者更加依赖 信息技术很正常 也没有什么不得了 对吧 好 那么大家注意 如果我了解信息技术 一般控制有效 请注意 我了解信息技术 一般控制 当然就是第五章 第二节的呀 我了解的信息技术 一般控制 一般控制 我们叫A 那么支持它的叫 信息处理控制 信息处理控制 自动化 信息处理控制 或者叫信息处理控制 叫B A是支撑B的 对吧 这个是第五章 第二节的 因为你要测试内控 你测试什么内控啊 没有留下轨迹的 是啥内控啊 那不就是它吗 对吧 我测试留下轨迹的 留下轨迹的 领导牵制了的人工控制备 没有留下轨迹的是什么 就是更多的是 这种自动化的 没有线 它的线索是隐性的 对吧 好 那么了解内控的同时 就能够知道它有效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啊 对 用其原因是我肯定是要了解的 我用串行测试的了解 它一般信息技术一般控制有效 自动化信息处理控制有效 而且呢 它没有变 那么我就知道 它就会傻乎乎的 一贯的运行 等于说 针对自动化的信息处理控制 注意啊 要改口啊 现在二三点这个说法变了 自动化信息处理控制 那么我了解它背后的 支撑它的一般控制有效 它也是有效的 我了解的同时 我就知道它有效 请注意 了解它的同时 就等于控制测试了 对吧 除此之外的不行 人工控制的不行 了解它的同时 不能知道它运行有效 因为人在 在这个财报期间 一月一号 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只要你的一般控制有效 自动化控制没变动 它就会一贯一贯一贯的运行 可爱的 傻乎乎的 萌萌的 一贯运行的 所以我了解它的同时 就知道它运行是一贯有效的 但是人工控制不行 无论是什么人 感情 它是有情感的 对吧 有情感 有情绪的 这个很正常的 对 人工控制不能 了解它的同时 不能知道它 在整个期间运行有效 对吧 就是这个 理解 比较 归拉 对 好 第三个小点呢 就很简单 但是大家也是要记住的 它是应当实施控制测试 这个就是准则的规定 准则的规定 真的要记 两种 第一种 我了解内控 评估认定层次 重大出发风险 预期控制运行 是有效的 预期是有效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了解内控的 了解内控的 什么叫预期有效呢 评价控制的设计 并确定它正在得到执行 就是了解内控 OK的那种形式 好 只要是了解内控 OK了 是不是 那么了解内控 OK 什么叫OK啊 设计是能够防止 发现纠针触报的 正在执行 对吧 那就是叫预期控制运行 是有效的 是有效的 但是前面加了一句 评估认定层次的 重大出发风险 这个问题 老师给你写一个模型 因为在第一章第五节 老师给大家讲过 审计风险 K 就是我们是一个常数 可接受的第一水平 等于评估的 重大出发风险 认定层次的X 这个X 就是评估的 认定层次的 重大出发风险 审计风险取决于 重大出发风险 和检查风险 检查风险 我们写Y 那么Y呢 就等于X分之K X呢 是要降到 可接受的第一水平 因为我们审计 是高水平的保证 对吧 那么大家注意 这个重大出发风险 X的背后 有一个CR CR就是控制风险 如果我了解雷空 预期有效 就说明这个 控制风险 是低的 控制风险低 这个X就低 控制风险低 X低 那么 我们这个Y呢 检查风险呢 就可以高 我的K 还是处在可接受的水平 你低嘛 这个X和Y是反向的 你低 我Y就可以高 Y就可以高 我的程序呢 我的检查风险 可以高 我的程序就可以少 我的证据呢 就可以少 反之呢 如果我了解雷空 不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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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预期无效 预期无效 就是控制风险高 控制风险高 那么这个X呢 就高 没控制住嘛 重大突破风险就高 重大突破风险高呢 这个检查风险 这个Y呢 就必须低 那我的程序呢 就必须多 我的证据就要实施 就要更多 好 他说的这个 评估的认定层次 重大突破风险10 就是要想到这个模型 他外行 看热闹 内行 你就要看门道 评估认定层次的 重大突破风险 X X的背后是什么 有控制风险 有固有风险 那我的控制风险低 X就低 控制风险高 X不可能低 对吧 就这个道理 听懂 这句话啥意思 听懂 第一种情形 要测试 也要非常清楚 我应当测试 就是不能不测试 第二种 就是第七章 第五节的 我们第七章 第五节讲到了 被审计单位所在的行业 比如说我审计 被审计单位 然后东方甄险 东方甄险是什么 什么公司 直播带货 直播带货 好 他的日常的交易量 他有什么特征呢 日常交易量巨大 他是高度依赖 什么 他就是线上完成的 高度依赖 自动化 所谓自动化 就是信息技术控制 然后呢 他的审 他的我们的审计证据呢 是电子形式存在 他的日常交易量要巨大 日常交易 一天交易两笔 就不用这么高了 是吧 日常交易量巨大 高度自动化 审计证据 主要以电子形式存在 那么对于了解的 被审计单位 在这样一个行业 这样一个业务模式下 其实被审计单位的 业务模式下 他的业务模式 除了是自动化 审计证据是电子形式存在 他还有前提的 他的日常的交易量呢 巨大 而且他的经营过程呢 是高度自动化 他首先是有这个前提 然后呢 自动化 我们的审计证据 主要以电子形式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是抽取凭证 那要抽取海量的凭证 因为他的交易量太大了 所以我们给被审计单位 这样一种情形 在这种业务模式下的 我们就给他诊断成 仅通过实质性程序 无法应对的重大抽败风险 那么我不能 我不能 这里是不能提供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那我就要依赖 高度这种业务模式下 高度自动化的背后的控制力 有效性 对这个高度自动化的控制系统 进行了解评估测试 那就要搞控制测试 对 当然呢 他还是要做实施性程序的 好 理解他 跨章跨节 这个是第七章第五节的 此时呢 是第八章第三节的 话说回来呢 在整个审计过程当中 哪些情形要实施控制测试呢 我们要很明确的知道 说出来 两种 对吧 好 这个考虑搞定 接下来我们说 控制测试是干什么 就是要测试控制运行有效性 这个有效性 它有它的意思 有不有效 它的意思就是要在财报期间 我们说控制有效 是要强调在财务报告 涵盖的期间的 1月1号到12月31号 但是大家注意 在这个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呢 理论上有可能某一种控制 某一种控制 它可能在中间 比如说5月1号 它的系统要升级 或者这个制度呢 为了满足这个经营环境的变化 它也会修改 所以它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这个控制 控制就是政策和程序 什么叫控制 第七章第四节讲的 控制就是政策和程序 政策是啥呀 政策是规定你怎么做 程序呢 就是你去行动 所以我们说 大家各位考生朋友 你脚踩大地 你活在当下 你问你自己 对吧 问自己啥呀 就是说 你妈妈 有几个孩子 一个 家里说 或者两个 对吧 当然个别同学说 我有三 我们家有三个孩子 跟土豪的 差不多我家里有四个 对吧 但是你知道吗 中国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 现在是不是改了 现在鼓励生三胎 鼓励 有的一个的不是 对吧 所以这个政策 在这个期间可能会调整 调整的 所以有一句说话 说法是这么说的 控制在所审计期间 相关十点 什么叫相关十点 可能他政策在 1月1号到12月3号 没变 可能政策在 5月1号变了 比如说 从 从假定 从20 某一年开始 5月1号开始 哎呀 中国 计划生育政策改变 对吧 在5月1号调整之前 他只能生一胎 在5月1号之后 鼓励你生三胎 那我控制测试是啥意思啊 在政策调整之前 你符合一胎的 政策调整之后 你生三胎 二胎 一胎都对 对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他说 不同的时点 有可能是 1月1号到12月3号 我政策没变 我有可能变 有可能变 没关系 你在什么时候变的 5月1号 5月1号之前 国家规定 只能生一胎 5月1号以后 说可以三胎 那什么叫控制有效啊 请主要 你就看5月1号 他是不是符合 5月1号之前的 这个只能生一胎的 这个政策 5月 5月 5月1号之后 他生三胎 可以 举个例子啊 举例 因为这个第一句话 好像大家都觉得 听懂了 要知道 他的意思 不是你想的意思啊 那如果说 我们现在谈到 信息技术控制 举例啊 信息技术控制 就是你这个控制的方式呢 要么是人工 要么是信息技术 对吧 那他这个系统啊 5月1号啊 他升级了 他系统的升级换态 可以吧 可以 那我就测试 住在快捷市里测试的时候 就要在5月1号之前和之后 分别测试 分别测试 在升级 这个系统升级优化之前 他的控制是怎么做的 符不符合这个政策和程序 符合升级变化之前的 5月1号变化了之后 他符合这个新的政策 这就叫有效 你365天没变 制度没变 你这个控制没变 你这个政策程序没变 那就一直是符合的 你变了也没关系 你就要分别测试 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 假定你的总体是1000 你控制测试很多时候是搞抽样的 假定你的样本是多少呢 55 你要5月1号 5月1号你变了 那么你在1月1号到4月30号 这个时间点你要抽55个 5月1号到31号 你也有55个 有的总体说 你的样本是55个 怎么要搞110个呢 因为你变了 这一段55 变了之后55 有的总体说 他在10月1号又变了 没关系 5月1到10月1 10月1到12月31 那就这分三段都是55 后面的题目之所以做不了 就是不懂 就是不懂 这句话不懂 控制在所省第7天的相关时点 是如何运营的 一贯运行并不是这个制度不能变 我在变了之前 变了之后 只要符合政策和程序 都是有效运营的 这句话太坑爹了 对吧 有的总体说坑爹的 我们坑了 坑我 坑你 坑死保保了 对 理解 控制是否得到一贯运行 就是说制度变了 你每一时段符合就是一贯 是什么方式呢 在考试的时候 我看有的同学是很痛苦的 什么方式 什么类型 什么性质 请注意 你看明明是中国人 却不懂中国的文字 它是一个意思 如果控制的方式 就是指人工和自动化 所以控制的类型也是人工和自动化 我的天哪 太不容易了 所以这里叫方式 是人工呢 还是自动化 有的时候说 你控制的类型是什么 人工还是自动化 OK 所以 什么方式 一贯运行 什么识别 如何运行 这就是我要获取充分实当的证据来表明 控制运行是有效的 什么有有效 在整个期间是有效的意思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 控制测试我懂了 现在我怎么去测试呢 这叫控制测试的性质 控制测试 只要谈程序的性质 来了 又来了 又来了 只要谈程序 控制测试一定是一个程序 只要谈程序 就有三个维度 一呢 性质 性质是最重要的 在三个维度当中 是最重要的 第二呢 是时间 第三呢 是范围 我们一次 两次 三次 不停的告诉自己 对吧 独理 前辩 不厌倦 对吧 把它搞透 控制测试就是程序 程序就有三个维度 哪三个维度呢 性质时间范围 性质是什么 性质在这个三个维度 当中是最重要的 性质就是吃什么药的问题 你说是不是最重要 吃什么药 吃错了 时间对了 范围对了 都没用 时间就是什么时候吃比较合适 范围就吃多少 好 现在我们讨论的本节的第二个考点 就是性质 这个性质呢 首先对这个性质理解了 然后有哪些性质呢 很恐怖 好像很高大上 谈到控制测试的性质 太清楚了 我们讲到N次了 这三种程序 加重新执行 这就是控制测试的性质 哦 原来是他们 对 原来是他们 就是控制测试的性质 是啥意思 请看 控制测试的性质 就是我将使用什么 程序 以及它的组合 什么程序呢 询问观察检查 和重新执行 那么这个控制测试的性质 的含义 我懂了 对吧 然后我在选择 这个程序的时候 询问 观察检查 重新执行 我什么时候用 重新执行比较合适呢 我什么时候用检查呢 什么时候用观察呢 什么时候用询问呢 我告诉大家 有一个画面 你肯定看过电视剧 或者看个电影 或者你实在没有看过 你就在这个APP里去找 医生做手术 这个画面 你应该有印象 对不对 没有 你今天 你马上 你打开手机去找一下 那个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 旁边有护士 还有几个医生护士 那么是剪刀 还是针 还是锤子 你看那个骨壳 他还拿锤子电锯 是不是 他有不同的工具 做手术的 那么什么时候我用剪刀 什么时候我用 去缝 缝的针 什么时候我 给他弄上一块 这个止血的纱布 那么他要看内容 他总共来讲 有四种 什么时候适合呢 所以这就叫我要选择呀 就是到了操作层面 我要选择 选择程序 有什么要求呢 这就是你只要谈程序 我什么时候用什么 比较合适 有什么要求 比如说 我询问 我询问管理层 关于这个控制 是不是一贯 一运行的 管理层说 是的 你相信吗 询问这个程序 哪里都可以用 但是你仅靠 询问得到的证据 是不足以形成结论的呀 这就是 其中的一个要求 现在你讨论的 就是程序的选择和运用 以及要求 对吧 这三个问题不难 这三个问题不难 但是 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呢 他就从过程的观点来看的 他有一个叫双重目的测试 还有一个 实质性程序的结果 对控制测试结果的影响 这是鬼话 你不一定听得懂 鬼话你也听得懂 我听不懂 对吧 当然 我经过学习 我懂啊 待会老师给你解释 什么叫双重目的测试 第四个问题 第五 实质性程序的结果 对控制测试的结果的影响 有啥影响 啥意思 对吧 这两个都是本考点的蓝点 因为这不是正常的语言 对吧 他有我们审计当中 他固有的表达 他的含义 这两个都是蓝点 毫无疑问 蓝点咱们也不怕嘛 把它搞定 是不是 好 本考点有五个问题 前三个是基本的 后两个是蓝点 控制测试的性质 我们理解了 就吃什么药 一共的程序有七种 我有询问 观察 检查 重新执行 适合在控制测试用 好 这个内容 这个图 是老师给你链接的 是第三章 第二节的 是不是 第三章第二节 老师给你增加了 这个程序叫总体程序 这七种叫具体程序 对 什么叫总体呢 就是我的过程的程序 对吧 是的 好 那么在控制测试和第四节 实质性程序当中 老师再给你画一个图 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在第二节 讲过 进一步审计程序 是要分成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的 实质性程序分成细节测试和什么 实质性分析程序的 哎呀 这个图太好了 真的好 各位小伙伴 这真是帮你的 知道吗 你要打开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对吧 你看图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对 从左到右 这叫进一步神迹程序 进一步神迹程序打开 你不能去想 你说那进一步神迹程序包括什么呢 你又不是哲学家 你天天想想啥呢 你不用想 你很清楚 对吧 开玩笑 实际上想是可以的啊 进一步神迹程序打开 你不能说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但是从上到下 先做控制测试 再做实质性程序啊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它有画面 它有逻辑的 那控制测试 它有哪些程序呢 哎呀 这简单的钥匙啊 我早就知道了 对吧 询问观察检查 重新执行 那实质性程序打开来 有的同学就开始说了 哎呀 询问观察检查 不行的呀 实质性程序打开 一定要分成C和D 如果你不分啊 刘老师就痛苦啊 你不分 你妈妈会骂你的 对吧 实质性程序 它不是一种程序 它是一种程序的组合 它是C或D 或C加D 知道吗 它要么是C 要么是D 要么是C加D 它要设计的呀 实质性程序 你不要被它的几个字迷惑啊 它要设计 有的时候 我就只能用细节测试 C 有的时候 我用实质性分析程序 就能搞定 我就不用用细节测试 有的时候 我要结合 这就是有的 有的 就是诸德瓜 它就是程序的设计呀 对吧 诸程序程序一定要打开的 否则我就 我就不答应你了 对吧 这个不打开 那审计就真的是学在表面 不行的呀 同学们 不能我们说 我们一定是学审计了 就要是变成内行 对吧 好 大家注意 那细节测试有哪些呢 因为这三种程序 我们反复讲了 哪里都可以用啊 诶 除了询问观察检查 还有韩正重新计算 诶 这个考中中学爷爷也好 爸爸也好 姥姥也好 考你 你看分析程序肯定不能用细节测试 分析程序肯定不能用于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 这有什么难的呢 难在哪里 你没有概念 你没有画面 你有了这个体系 就一辈子都懂的 是不是 对 好 这个图啊 8.2的 从左到右 注意 从上到下 注意 从上到下 对了 好吗 所以控制测试 你说 你要谈控制测试 谈实质音程序 我们都知道 一图一概之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过程 先是做评估 诊断 诊断出来 病情 再来谈进一步 解决病情 外行坑热闹 内行 看门道 好 那我选择恰当的程序 第一句话 询问可不可以选 废话 哪里都可以用 是不是 那么仅靠询问 能不能搞定 不能 询问这个程序 他要求 与其他程序结合 哪些结合 询问这个程序 就和观察检查 重新自行结合 对 他说文字 你有画面 你有画面 再来看题目 简单的钥匙 好 观察呢 他是有 你在选择的时候 你观察 哎呀 观察太清楚了 是不是 他有十点的限制 十点的限制 你从小到大 你是不是跟你父母亲 跟爸爸妈妈周旋呢 对不对 你小时候玩游戏 开电脑 妈妈回来了 哎 你马上关了 就直接一关 强行关机 为什么呀 怕你老妈看到了 所以他受到 观察的十点 对不对 观察肯定受到 观察发生的十点 你如果说 这个十点之后 可能他就不是那样的了 询问呢 询问为什么要限制呢 询问得到的是 口头证据啊 口头证据 不足以形成结论的呀 询问是可以问的呀 询问 仅靠询问程序 是不足以的 在哪个时候 形成结论 询问程序 都不足以 可以用 好 检查呢 检查 检查是留下 运行情况的 运行情况留有 轨迹的时候 你才能检查 对吧 你没有留下轨迹 我检查什么呢 检查他有他的 适用性 对不对 好 如果需要进行 重新执行呢 重新执行 你是怎么编 银行存款调节表的 我也来编 这个工作呢 费时费力 如果说 前面几个程序搞不定 那我还是要做 重新执行的 还有 有的询问观察 检查 我还不如重新执行 这里面有一个权衡 重新执行 主要是费时费力 所以我大量的使用 我就划不来 那么有的时候 我不得不用 比如说 贝斯尼单位编的 银行存款 余额调节表 我是一定要去测试的 所以我就选 这个样本 来解 重新执行 可以 还不能不做 所以 如果大量使用 就划不来 但是有的时候 你不用它还不行 那我什么时候要用呢 是这样的 这个观点 如果就考虑通过 控制测试 去缩小 十字印程序 它是什么意思 去缩小 十字印程序 比如说 我了解雷控 预计有效 我才去做控制测试 对吧 那控制测试 我如果说真的有效 我是少做 真的有效吗 我要有把握 那么我又把握 我就要采用什么 重新执行 因为重新执行 这种程序特靠谱 被子里当会执行的 我重新执行一点 那么我回答是 真的有效 我就妹妹大胆的往前走 我就少做十字印程序 我就放心了 所以这个观点是要考的 这个观点是要考的 一句话 这个观点是要考的 要理解 对吧 好 2022年 我们来看单选题 请看题目的题看 控制测试 再拿一张 第八张第三节 控制测试 它就和另一个东西是纠结的 控制测试和了解雷控 对啊 和十字印程序 只要谈控制测试 你就想 前面有了解雷控 后面有十字印程序 前有狼 后有虎 只要谈控制测试 你就把它放到这个逻辑当中 肯定是有帮助的 好 ABCD 错误的是 请看A 询问 询问本身不足以测试它的有效 是的 可以询问 但是你仅靠询问得到的证据 就说这个控制运行有效吗 全世界都不答应 知道吗 全世界都不答应的 所以你说 询问本身不足以测试控制运行的有效性是对的 它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询问这个得到的证据表明控制运行有效 是全世界都不答应的 OK 观察实用于不留下书面控制的 是的 观察就是没有留下轨迹 只有看它的活动状况 我就去观察 检查呢 不实用于信息系统中保存电子记录的 大家无非就是说 电子记录好像很高到上 电子记录不就是书面吗 对吧 书面有纸质有电子 你打开电脑不就是电子吗 对吧 电子版 对吧 所以你看 这个学审计啊 你要特八卦 你要特别的什么 胆子 胆子要大一点 别那么老老实实的 不是做坏事的意思 就是说 哎呀 电子记录是啥 我打开电脑不就电子版吗 那我不就是检查吗 我是检查指质还是电子 那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他就来蒙你 你看到吗 初级专家 在2022年就来蒙你 所以我们就要使劲的去理解 对不对 对 好 选项低 他说 并非所有的控制都可以采用重新执行 对啊 这是2022年的考题了 再来看 我选择程序有什么要求啊 程序里的做是有方向的 对吧 哎 我什么方向啊 哎 这个 这是顺流而下 顺藤摸瓜 啊 这个呢 这个叫 不叫背道而驰 对吧 叫逆流而上 是不是 哎 也可以 你要说背道而驰也行吧 好 他就会谈这个问题 我根据特定控制的性质 选择所需程序的类型 这句话 如果有的同学说 你听懂了 我叫你师父 对吧 我叫你爹是不会 叫你师父 这句话真是太江湖了 太狡猾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程序的类型 他的意思 如果说 我给你举例啊 如果付款 一 申请 二 审批 三 审核 四 办理支付 如果我要测试 这个所有的付款 都审批和审核了吗 我怎么选 我就要立查 我就要把办理支付了的付款 这个凭证作为总体 选样本 看二和三 有没有 因为你这个就是查他的什么呢 多记 这个已记录的 已记录的 有没有二和三 对吧 那如果说 我顺着看 我顺着看 所以 我审批 审核了的 已经办理了所有的手续的 最后付款了吗 记彰了吗 那我已经审批和审核了的 你付款了 记彰了没有啊 你办理了记彰吗 那我就顺查呀 对吧 所以他说 特定控制的性质 选择所需要程序的类型 对吧 我看我怎么查 这里面有个程序的设计 第二 考虑测试与认定 直接和间接相关的控制 请注意 直接和间接 这是我们第七章 第四节的新增内容 什么叫直接呢 这个控制能够精准的防止 发现就正认定的错吧 好 什么间接呢 间接是 不足以精准 防止发现纠正错吧 对吧 好 第三 最难的就是第三 一项自动化的信息处理控制 注意啊 信息处理控制 就是过去的信息技术应用控制 它是认定成的 它就是控制活动 由于他信息处理过程内在一贯性 就是说只要你的一般控制有效 这个信息处理控制一贯有效 就是没有改 没有变动 我们可以利用 利用 大家注意后面一句话 控制 以执行 得以执行 得以执行 就是了解内控的事情 了解内控 得以执行和执行有效 是两回事啊 得以执行属于了解内控 运行有效 就是控制测试 对吧 所以我们说 只有一贯运行的 一项自动化的信息处理控制 就是一贯运行的自动化的控制 我在了解它的同时 就知道它运行有效 其原因是 它背后的信息技术控制 是有效的没有变化 这个信息处理控制没变化 它就傻傻的一贯的运行 下面一个就是双重 双重是什么 我举例啊 先举个例子 咱们呢 没有人听不懂 哎 有的同学说 你这么相信啊 老师你相信我 对 你看啊 我们每一个单位 当然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在学校 还在读研呢 我还没有单位 没有单位是吧 你向你妈妈报账 你花的钱 报销 报销 假定说 还是说单位好一点 是吧 你这个 向你妈妈报账的 不太规范啊 这个 我要去报销费用 或者是办理付款 那么我要有 你就是申请人 你就是具体的办事的这个人 哎 你就付什么款 你要有事 有业务 你要有业务 你把业务的这个事情 有会议通知啊 或者是采购的计划合同啊 对吧 业务 要真实 手续 你要健全 还有呢 你要贴 你要报销 报销多少 什么事情 在哪里 在哪一个项目里 费用你预算 模块你报销 所以你还要发票 你这个业务是真实的 手续包括你的 合同文件 对吧 你把这都弄好 交给你 所在的部门的负责人 审批 请听 你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在审批 你这个发票的时候 他看不看啊 他不看发票 你贴多少 报多少 你想得几美啊 对吧 不可能啊 所以他就要看 你根据这个业务啊 根据这个文件 你这个发票 你要填一个金额 他就会去看 这个金额是多少 他肯定要看呢 对吧 但是他重点是要看 你业务是真的 手续取备吗 符合要求吗 发票贴好了吗 金额是多少 他审批要批这三个点 对吧 好 财务的负责人 他一定是 在业务负责人之后来审核 你不能说 你这个业务员 你申请的部门 你直接找财务老总给你审核 他不会给你审核 你就找你的部门的头 老王签字 对吧 好 老王签字了 老王签字审批的时候 他要看的呀 业务是不是 符合我们本部门的要求的 这个文件手续 都是不是按照我们本部门的来的 发票 数量金额都要看的 财务财务人员呢 他也要符合 就是审核是什么意思呢 你这个老王签字审核是什么意思呢 你这个老王签的财务人员 老牛 老牛就要看 业务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这个手续包括你的 这个在哪一个账上走账 你的预算有不要 你这个发票他肯定要看啊 对吧 这个金额他也要进一步看 金额 还有你的发票他要看 这个发票是不是真发票 符合要求的发票 金额 第四出纳员 出纳员也要看 老王签字了 老牛签字了 这个发票金额 他又要看 所以在这个申请人 你填了金额 后面的审批审核和出纳员 他全部要去看你的金额 除了审批审核以外 金额他是都要看的 等于说我在执行这个控制测试的过程 我就已经把金额搞定了 金额错了 没有人给你报销 对吧 所以就达到了双重目的 我在测试控制的同时 我已经知道这个金额是对的 等于这两个功能 我同时完成了 这个就叫双重目的 哪双重呢 你控制测试就评价 你是不是有效执行的 你细节测试呢 你就发现这个金额都是对的 你在做这个控制测试的同时 你把这两个事都完成了 不是每一种业务都能做啊 特别是在这个办理支付业务 就是报销付款 这个业务当中我就可以 我做这个快递是就可以 有效的就设计我的程序 对吧 既知道你控制的执行 又知道你这个金额是对的 因为这三个人都要看金额的 我就核对啊 这个金额 这个金额 这个金额是对的 那证明他审核了 如果说这个金额 三个金额不一致 那出拉员也不会给钱你的 对吧 出拉员也不是 也不是吃干饭的 他也有职责的 对 好 讲一个例子 目的是你要把这三句话搞懂 搞懂呢 我不仅会考试 我往后到工作的岗位 我不管在不在财务 我就是在业务部门 我怎么找我的领导签字 我也懂的呀 多好 是不是 好 最后一个点 是 他是从过程的角度来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这么讲啊 我了解了一个预计有效 我做控制测试 请注意 控制测试 结果真的有效 他得出了结论 好 因为我程序是 根据这个过程来设计的 在有效的情况下 我实质型程序 可以少做 这完全符合我审计的准则和逻辑 但是我少做这个实质型程序 查出了 5B 无论金额大小 都是 重大的错报 因为5B 性质特殊 无论金额大小 都是重大错报 好 那你就想一想 我实质型程序 你看啊 了解内控 你内部控制设计是有效的 正在执行 预期有效 控制测试 我要获取充分是当的 正就表明控制运行真的有效 说的很漂亮 是不是 我的审计范围 就给你少做 但是我少做 我还是要做实质型程序 结果发现5B 那么这两个都是见鬼的 那就打脸了 你还了解内控有效 控制测试 还说有效 见鬼 有5B 那怎么办呢 有5B 也不是说不得了 那我就要反思 你前面了解内控有效 控制测试有效 都是不恰当的 我就要修订 我做少少的程序 就发现了5B 这个程序够吗 不够 我再去分析 这个5B是管理层的5B呢 管理层在贝斯尼单位 他的职务高 权限大 他会凌驾呀 凌驾 超重 还是员工 员工怎么样 员工串通啊 员工串通 还不恐怖 管理层凌驾恐怖 Terrible 对吧 所以你的5B 无非就是管理层5B 还是员工5B 当然管理层 懂建高合谋 那更恐怖 这个事实 就是说 我审计过程 随着我审计 工作的 往前推进 我要根据 推进后的结果 我要反思前面的 这也进一步回答了 我们第二章 第二节讲了 中底审计计计 具体审计划 属于审计计划的内容 他就会说 计划的过程 是不断的什么 评价的过程 不断的修改的过程 贯穿在整个过程的始终 他第二章第二节讲的那一句 抽象的话真理的话 对吧 好这个道理懂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 看这个第二点 请看 如果通过实质性成绩发现了存在错保 作者会计时就应当 在评价相关控制与下时考虑 比如说你原来说OKOK 那就是不OK了 对吧 不OK了怎么办 你查出了5B你还OK吗 打脸对吧 不OK了怎么办 降低控制的依赖程度 那不就是不OK吗 在不OK的情况下 我这个就要多嘛 甚至呢 这个程序它是5B 你前面的程序也搞不定了 我要调整程序的性质 什么叫性质啊 就吃什么药 对吧 原来吃什么 吃什么 感康 现在不行 不是感康 不是感冒 它是新冠 对吧 有的同学那吃啥 对吧 好 这个程序的性质就是吃什么药 那个程序的性质都要变 还有范围要扩大 这个 这句话 千万不要一看一带而过 这是要命的一句话 因为无论是考试还是实务工作 如果你实务工作没有这样去调整 那就是过失啊 对吧 你重大的问题没查出来 谁 谁跟你说话呀 你重大的问题你没有就修改你的程序 你的方案都不对 你方案要修改啊 你没有修改 那是过失 硬伤 当然第一句话 如果实质性程序 我没有发现 错报 并不能说明 这个控制是有效的 控制有没有效 要进行控制测试 控制有没有效 要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就证明它有没有效 不能靠实质性程序 对吧 第一句话也会靠 第三句话 你这个刚才老师讲了 你了解内部控制测试 OK 我做的程序可以少 在你两个OK的情况下 我程序设计可以少 结果我查出管理层的舞弊 董建高的合谋 我的天啊 那么这个内部控制已经被凌驾 或者被员工串通了 你制度就有缺陷了 这个缺陷是存在舞弊的缺陷 那一定是值得关注的了 对不对 舞弊背后就说明 内部控制已经破防了 要么串通了 要么凌驾了 那就是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十四章 第一节 与治理成沟通 这三句话 请你真的看一看 要给自己讲一下 讲一下 讲清楚 他总在那里 他一定在那里考虑的 OK 再来看 2021年这个题目 控制测试 实质型程序 为什么要扯在一起啊 为什么要扯在一起啊 老师一路在跟你强调啊 因为谈控制测试 他前面有了解内空 对吧 他后面 有实质型程序 这是第七章 第八章 我们的省计的逻辑 或者叫财务国表 省计测试的流程 我得这样做 对吧 好 那你不知道他会怎么说 那你怎么说 就是蹦 擦擦呗 能怎么说 对吧 好我们来看 他说应当针对特别风险 同时实施 控制测试 和十字音程序 他忽悠你的 他特别风险 那我要做控制测试 不是 控制测试 做不做 主要是 如果了解内空 OK 我就做 如果了解内空 不OK 无论是什么风险 我就不做 我就直接 做实质型程序 所以这句话 就是你要懂得 不 擦 擦 这是生命的节奏 生命的节奏 我们得懂 对吧 好 第二 无论是否实施 控制测试 我均应对 所有重大的 做实质型程序 对的 这句话 是对的 如果说 我都要做细节测试 不一定 做实质型分析程序 不一定 只有五个字 才是对 你不能说 我都要做 实质型分析程序 和细节测试 错 你要说 做细节测试 也是错 只有它是对的 你一定要把眼睛 灯了大大的 选项币 只有这样说 才是对的 其他的说都不对 他说 我可以 对 同意交易 做双重莫的的测试 刚才老师跟你讲了 以费用报销 办理付款为例 一二三四 对吧 是的 这个肯定是对的 仅通过实质型程序 无法获取 任务程序的 充分实当的证据 我就应当 实施控制测试 第七章 第五节的 对省地单位 它的业务模式 很特殊 行业很特殊 日常交易力 交易量巨大 它的业务是 依赖 自动化 高度自动化 完成 对吧 其实我们的金融业 银行证券 保险基金 都是这样的 互联网公司 是这样的 抖音直播里面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说 这种 明白 知道 对吧 好 这个A 为什么不对呢 特别风险 刚才讲的 如果了解 那种不OK 我是不做控制测试的 这一讲 我们就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